因为中国的军费的确上升很多 不管百分比或以往往年比较 还是要持续的增加 上我讲的对它人员人为费多 作为费多所以也必然的 但跟我们国家来讲 第一个我们这个投资 任何一个军费投资 一定要考量到几个因素 第一个敌情 第二个除了敌情以外 人家一定会问敌情那么严峻 我们就为什么还多说 大家看财力 看我们国力能力 多方面考量 但我们国军第一个把握原则 就绝对不去做一个军备的竞争 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 也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敌大我小敌强我弱 这不真是事实 光看这个人员武器装备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我们强化我们自己 不管训练各方面 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方法